詞曲 李宗盛 離開布蘿灣鳥橋之後 我們來到燕子口步道 這個步道方便停車的地方 是在靜恒公園 但是它的入口處比較容易錯過 所以請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裡是燕子口步道的起點 車子可以停留在這一邊 但是即使停留的空間不大 也可以從這一條路 車子也是可以開進去的 它是一條單行道 從這裡可以看到部落彎吊橋 在比較上面的地方 下面這個吊橋它叫做追路吊橋 這個吊橋就是在入口處這個地方 但是遊客請注意一下它是要收費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往前走 開始我們這一趟的燕子口步道 全程的紀錄 這一段呢如果你只是用平常的步行方式 走到盡頭再走回來的話 大概是30分鐘的路程 從山壁上 常常會留下一些水滴 所以遊客在行進的時候 要稍微有一點水滴 可以注意一下 現在是過一個山洞 左邊是一隻車道 是給車子行進的空間 右邊有另外一個是步道 給行人行走的 游客行走的一條步道 一條步道 從這邊看出去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的 所謂的燕子口 底下的水流也是非常的壯觀 是因為他們藏在這些 在山壁上 燕子口對岸的山壁上 有許多的洞穴 它的正式名稱呢 叫做虎穴 是燕子口呢 比較具有特色的地形景觀 而這些石灰崖 壁上的這些虎穴呢 並不是這個燕子找出來的 是因為他們藏在這些洞穴當中呢 來祕食和休憩還樂 所以呢 就有了燕子口這個旅程 在隧道裡面 光鮮通常不太足夠 不過 視線看起來是OK的 是你 這些疫苗 看起來真的是蠻壯觀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景色好的地方 通常都会设个栏杆 让游客驻足欣赏 单单听这个水流声 也真的是非常的立体声 胡椒的行程方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地下水的出口 地下水它在饱河的状态的时候 它就会从岩缝中渗流出来 不断的流出之后 久而久之 就会将岩石的裂缝 侵蚀成一个一个的洞穴 那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利物稀的稀水 它不断的侵蚀这个岩壁 经过长久时间的侵蚀之后 慢慢的雕琢出来 就形成了不选的一个地形 这些岩壁真的是用鬼斧神功 还不足以形容 游客一定要亲自来看过 才知道它的状况 单单用拍摄的方式 是绝对表现不出来的 岩壁上的湖穴 它的辨识方式有两种 一种就是由地下水侵蚀而成的湖穴 它的开口基本上就都是朝向下雨 那经由利物稀的稀水 所形成的湖穴 那它的开口基本上就都是朝向上雨 这个的故事 可能就都是我们来看的 就是说一 cot手 才成长期间的不断的 第二个人就像是于雪山 这些岩壁有两种 也犯的活动 所以我们在炒着 这个顺客 这个顺客 也得到了 这是因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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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